上一回咱们讲到陈有亮在采石城的武通庙杀了徐首辉, 卫士们洗干了前任老板的血迹, 布置好了大殿, 因为这个地方马上就要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殿了。 至正二十年六月十六号, 也就是徐首辉死的这一天, 陈有亮在暴风雨当中, 在武通庙登基为帝, 并国号为汉。 这就是乱世当中的生存法则, 徐首辉他没弄懂, 致死也不明白。 陈有亮虽然算个不折不扣的不讲道义的人, 但是他却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, 他这个大汉国年号定为大义, 听口狠吧, 一个势君夺位的人, 居然敢把自己的年号取名为大义, 这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, 这是一个不守游戏规则的人。 在陈有亮的眼里, 什么仁义道德全是狗屁, 你们不是不耻于弑君的行为吗? 道学先生们, 那我就做给你们看看, 我的年号就叫大义, 怎么着吗? 说实在的, 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难以对付的, 要对付这样的人, 君子的做法是行不通的, 守规矩的做法也是不行的, 那么谁还能对抗这样一个可怕的人呢? 看来只有朱元璋了。 在朱元璋攻占应天之后, 陈有亮和张世成都感觉到了这个对手是非常的有潜力,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, 谁对他们威胁最大, 那他们心里很清楚, 虽然朱元璋这个时候还非常弱小, 但是绝不能小看他。 陈有亮呢, 当时并没有掌控天文国的政权, 所以最先和朱元璋发生冲突的是张世成, 双方从治政十六年, 也就是公元一三五六年, 朱元璋攻克应天之后, 就没消停过, 大的小小打了有上百仗啊, 朱元璋对张世成是非常的头疼, 我不就是占了点地盘嘛, 我说你这张世成干嘛老和我过不去啊, 本来呀, 朱元璋的兵力就不够用, 但是乌露偏逢连音语, 在这一年的六月, 朱元璋的一个部将又投降了张世成, 这个时候, 朱元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, 什么决定啊? 他有和张世成谈判, 他呀, 给张世成写了一封信, 这个信的大致内容呢, 是这么写的, 说我是个贫苦的农民, 你呢, 是个私盐贩子, 咱们大家都是受苦的人啊, 干嘛你非要打我啊, 咱们两家和平相处不好吗, 时不时的互相窜个门, 这不挺好的吗? 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和徐首辉开战了, 两线作战非常的不利, 可是张世成也不是等前之位, 看出了朱元璋的计谋, 他给朱元璋回了一封信, 大概是说, 你呀, 从哪来的就滚回哪去, 我已经和徐首辉约好了, 非灭了你不可, 得, 谈不拢, 那就打吧, 这一年的七月, 张世成大举进攻朱元璋控制的镇将, 然而朱元璋早有准备, 命令当时手下的王牌将领徐达和常语春前去应战, 这个徐达和常语春那可都是名将, 非常的厉害, 把张世成的军队在龙潭这个地方打的是一败涂地, 然后猛将常语春一路追打过去, 到了第二年, 也就是公元1357年的时候, 攻克了常州, 之后又攻克了宁国, 在攻克宁国的战斗当中, 常语春充分继承了夏侯顿受伤不下火线的精神, 这个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都记得吧, 夏侯顿眼睛中了一箭, 他呢是非常的勇猛, 拔出箭来, 把这个逮出来的眼珠吞到肚子里, 继续战斗, 那么常语春呢, 在攻打宁国的战斗当中, 身中三箭, 而且都是贯通商, 但是仍然坚持作战, 攻下了宁国, 张世成被打得一败徒弟, 其实啊, 张世成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差, 人数呢, 也比朱元璋的军队多, 但是却被打得惨败, 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, 这叫千军一德, 以降难求, 说到这儿啊, 我就得好好地跟您说说常语春, 这个常语春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并不是很长, 他是在制政十五年, 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五年, 朱元璋攻克河州的时候, 才来投奔朱元璋的, 虽然来得晚, 可是他一点也不客气, 一来了, 开口就冲朱元璋说, 我是上这儿来当先锋的, 您把先锋印给我吧, 朱元璋见过的狂人不少啊, 但是从来没见过常语春这么狂的, 他当时也有点生气, 说, 你小子不过是个吃不饱饭的难民, 到我这儿来混饭吃, 我怎么马上就能把这么重要的官位交给你呢, 常语春听了之后也不生气, 笑着说, 主公, 您等着瞧吧, 常语春这可不是说大话, 在此之后, 他用自己的行动,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 在朱元璋攻克彩石的战役当中, 元朝军队在长江岸边列阵, 朱元璋的水军是没有办法靠近, 朱元璋在战船上看着是干着急, 就在这个时候, 常语春的船只从朱元璋的船旁边经过, 朱元璋顿时想起了他在投军的时候说的那句话, 就对着常语春大喊一声说, 嘿, 小子, 你不是要当先锋吗, 现在是时候了, 常语春听到之后, 答应一声, 得令安, 于是是单枪匹马奋勇向前, 当小船冲到岸边的时候, 常语春手持一柄长矛啊, 直接刺向岸边的援军, 这岸上的援军也不是吃素的, 砰, 一把就把常语春这个枪给戒住了, 避过枪头, 钻住了枪杆, 他的意思啊, 把常语春要从船上给蹬下来, 实不成想啊, 他正中了常语春的圈套, 这个常语春啊, 就是想让他接这个枪的, 只见常语春手握长矛顺势这么一撑, 就跳上了岸边, 似乎是个撑杆跳的动作呀, 然后他是连杀树人开辟了瘫头阵地, 后边的士兵一拥其上, 就攻占了彩石, 听着有点传奇色彩啊, 在这个战役之后, 朱元璋重新认识了这个叫常语春的年轻人, 并且亲自授予他总督府先锋的官位, 常语春是个天生的先锋材料, 他非常善于使用骑兵进行突破, 选择进攻位置, 那叫一个准就别提了, 一打就赢, 而且他还能够冷静的判断战场的形势, 除此之外呢, 常语春本人还是个武林高手, 个人武艺也是甚事了得, 这一优点在之后还起到了极大的作用, 但是常语春也有个致命的弱点, 俗话说人无完人嘛, 这个常语春有什么弱点呀, 那就是嗜好杀戮, 而且还是最不道德的那种杀降, 什么叫杀降啊, 就是把已经投降的士兵给人家杀了, 这可太不应该了, 古语有云呢, 杀降不降, 也就是说杀降对这个主帅不利, 那么从道义上说, 对方已经投降了, 你再动手杀人似乎就不那么光彩了, 哎, 可是常语春就偏偏好这个, 他这个嗜好后来也给朱元璋惹来了大祸, 朱元璋在击败了张世成之后, 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对付徐首辉这件事情上, 但是朱元璋很明白, 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徒有其表的徐首辉, 而是在徐首辉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, 陈有亮, 在这段时间里, 朱元璋做出的两个决策, 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, 第一个决策就是高筑强, 广基良, 缓称王, 正是这种做法, 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, 同时也避开了元朝政府的注意, 当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, 帝王思想膨胀, 扯张虎皮做大旗, 锅里没几两米就赶开几千人的饭的时候, 朱元璋充分的利用了时间, 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实力, 另一个决策就是在陈有亮和张世成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的问题, 当时所有的人都普遍的认为张世成比较弱, 希望能够先对付他, 这些人想的挺好, 张世成占据的江浙一带土地都比较肥沃, 而且很富庶, 那么把这块土地打下来, 扩张自己的势力, 从而和陈有亮决战很有优势, 应该说这个对策,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看, 也都是没错的, 但是朱元璋在这个时候, 体现了他的天才的战略眼光, 在实际决策当中, 不受别人, 特别是大多数人意见的影响, 那是很困难的, 当很多的人重口一词的时候, 这个做主的人呀, 往往会随达溜, 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, 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了大家, 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, 朱元璋对他手下的这些谋士们说, 你们的看法都是有道理的, 但是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, 张世成这个人呀, 我太了解了, 他是气小, 陈有亮的特点呢, 是至交, 俗话说, 气小则无远见, 至交则好声势, 那如果我进攻陈有亮, 张世成肯定是不会参与啊, 不会去援救陈有亮, 而我要是去进攻张世成, 陈有亮一定会掺和, 他肯定是动员全国的兵力来救张世成, 即便是他不救张世成吧, 也会是来趁机打我们的后方, 让我们两线作战, 到时候可就很难说了, 他这属于是趁火打劫, 落井下石啊, 你说朱元璋是不是很聪明, 而且他的剑壁非常的精彩, 如此有见识之人不娶天下, 那何人又可娶呢? 无论怎么躲避, 决战的这一天终究会到来, 这是朱元璋和陈有亮的共识, 在制政十九年, 陈有亮已经完全控制了天丸国, 他的兵比朱元璋多, 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的士兵高, 更要命的是, 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, 那就是水军, 陈有亮占据了湖北和江西, 也就是说他占据的是长江上游, 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是长江下游, 必须要仰手而战, 由于他们正好是处在同一条水路上, 所以水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, 朱元璋一再避免决战的原因, 也就是因为这个, 您说人家陈有亮的战船是借势向下冲锋, 而朱元璋的这些小船呢, 是必须逆流而上去迎战, 这多别扭啊, 虽然朱元璋不懂物理吧, 但他也知道, 拿这些小渔船去和陈有亮的大战舰决战, 那等于是自杀一样,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, 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得决战皮钱爆发了, 这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, 这正十九年十一月, 长玉春率部攻克池州, 陈有亮也大为吃惊, 准备安排部队把池州夺回来, 但是事情泄露, 朱元璋有了准备, 命令徐达和长玉春采用伏击战的方式来作战, 长玉春和徐达在九华山设下了埋伏, 打败了陈有亮的援军, 并且俘虏了三千军人, 这个时候, 长玉春的老毛病犯了, 什么毛病啊, 前边咱们说了, 长玉春这个人有个弱点, 那就是嗜好杀戮, 而且杀翔就是把投降的士兵给杀死, 这不逮着陈有亮三千人吗, 长玉春就对徐达说, 我要杀掉这三千人, 徐达说, 这可不成, 坚决不同意, 并表示要上报朱元璋, 但是徐达万万没有想到, 长玉春胆子已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, 竟敢不经过请示, 连夜就把这三千人全都给活埋了, 长玉春他杀翔也是有目的的, 他呀, 没全杀, 留下了几个人, 让他们回去给陈有亮带了一句话, 说的什么话呢, 告诉他们, 是长玉春打败了你, 把你这三千人给杀了, 哎呦, 这麻烦可大了, 陈有亮听到这个消息之后, 真的是愤怒了, 自打他从军以来, 就没有人敢再欺负他, 这长玉春又何许人也呀, 啊, 居然敢冲我挑衅, 陈有亮终于动手了, 这次不再是小打小闹, 他要打到应天, 把朱元璋赶回老家种地去, 当然了, 这是朱元璋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, 这次长玉春呢, 是真的把狼给招来了, 治政二十年, 也就是公元1360年, 陈有亮率领着他全中国最强大的舰队, 向着应天进发, 他的这些战舰呀, 名字都特别的威风, 在这儿, 咱们可以详细的说说, 都叫什么名字呀, 您听啊, 有叫混江龙的, 有叫色断江的, 还有叫壮岛山的, 还有叫江海鳖的, 您听听这名字啊, 一个赛着一个大, 就差取名为惊破天了, 怎么变形金康也出来了, 船名威风, 那么战船呢, 应该说这些战船也非常的厉害, 这些战船, 打得有三层楼那么高, 各种火炮齐备, 用这样的船, 来和朱元璋的那些渔船打仗, 那根本就不用攻击, 开炮干嘛呀, 直接这么一撞, 完了, 陈有亮在攻击前, 通知了张世成, 让张世成来夹攻朱元璋, 然后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 命令他的无敌舰队, 向应天出发, 陈有亮指挥作战,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, 这个人啊, 他似乎从来不去仔细研究什么作战方案呀, 什么作战计划, 而是率异而为, 想到哪他就打到哪, 打到哪算哪, 这个特点啊, 也让以后的很多军事专家对他呀不以为然, 但是客观的看来, 这正是陈有亮的作战特点, 也是他的指挥艺术当中的精华所在,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攻击什么地方, 这敌人能知道吗, 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, 谁能顶得住啊, 一开始朱元璋就吃了他这个亏了, 当朱元璋得知陈有亮率领大军开始攻击的时候, 这陈有亮的舰队已经攻占了军事要地彩石, 速度之快, 让朱元璋都没想到, 而应天最重要的屏障太平, 现在就是孤零零的屹立在陈有亮的十万大军面前, 由于没想到陈有亮的汉军攻击是如此的迅速, 在太平城里只有三千名士兵, 由花云担任统帅, 陈有亮在攻击太平的战役当中, 又充分的显示了他的舰队的可怕实力, 他没让那些士兵去攻城, 而是让士兵们把这个船只一直开到了太平城靠江的城墙边上, 用短梯非常从容的爬上了城头, 一举歼灭了城内的三千守军, 当陈有亮的汉军从城墙上爬下来的时候, 城里头的很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呢, 呆呆的看着汉军,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通, 这么高的城墙还有长江天险, 难道这些军队他是飞过来的吗? 在戏文里头呢, 我们也看过一出叫《战太平》, 写的就是花云的故事, 那么守将花云最后是英勇就义, 太平城被攻破了, 太平城被攻破之后, 应天城就像是一个赤裸的孩子, 完全暴露在了陈有亮的利剑之下, 陈有亮这个时候已经杀了徐守辉, 成了皇帝, 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, 那么朱元璋这时候是什么情况? 朱元璋手里只有一万水军, 而且是不堪一击, 看来啊, 上天似乎要抛弃朱元璋了,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, 他都没有赢的希望, 每次当他到玄武湖去看那些破烂的渔船的时候, 总有一种想一把火把这些垃圾都烧掉的冲动, 但是事情就这么有意思, 这个朱元璋啊, 现在他又遇到困难, 而每每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, 都会有歧视出现, 那么这次在陈有亮大军南下之前不久, 上天呀, 给朱元璋送了一份大礼, 这份大礼是一个人, 他是谁呢? 咱们下回接着说。